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QT卡卡 我是大家都知道的卡卡卡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觉得最近非常非常的热 热到一个无法无天呢 是不是很想来一杯 非常清凉的Mojito呢 今天卡卡要为观众朋友带来 就是Mojito的调酒 但是每个人心中的第一名 的Mojito的风味都不一样 像卡卡自己心中就有一杯 我认为这比例是100分的Mojito 但是是我属于我个人 因为我觉得 一杯好喝的Mojito的元素呢 必须要有不合的清香味 然后柠檬的自然的香气 然后最主要是其实很多Mojito 大部分的调食都是用 糖水下去制作或者是翻糖 那在这边卡卡的比例 是用二砂下去做 为什么是使用二砂 不过使用糖水呢 因为我觉得喝酒 要让他觉得有趣 是我们在喝的时候 不是单单是喝到液体 而是在吸的时候一边刷 然后又吸得到糖的颗粒 然后同时融化在嘴巴里面 那个是非常一个缤纷的口感 今天卡卡先帮大家介绍 材料有白嫩 然后黑嫩跟薄荷叶 有些小老师他会直接用 新鲜的柠檬汁下去制作 然后但是卡卡这边的比例 会比较倾向于用新鲜的柠檬 为什么要用新鲜的柠檬呢 因为新鲜的柠檬它的表皮 其实它会有含柠檬的精油在里面 需要一些它新鲜的果皮 才能去把这个风味给它呈现出来 还有我们需要的是二砂糖 二砂糖它的颗体比较粗 那在酒里面还是液体里面 它的融化性会比较慢 所以说我们在喝的同时啊 就比较不用去担心说 它放在酒里面越久 它会糖很快就融化掉 其实二砂糖融化的速度比 白砂的速度还要来得慢 所以当我们一杯Mojito喝完的时候 其实还吸得到那种糖的颗粒 所以喝起来呢是非常舒适的 那同时呢 还是会下少许的柠檬汁 去增加它的香气在里面 让它的酸度可以提高 因为其实我们要用的新鲜柠檬 它的量不用过多 我们要的只是需要它果皮上面的香气而已 因为搅导入太多的新鲜柠檬 反而会导致于这边Mojito里面的 酸色感会变得比较重 所以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黄金比例 我们要如何顺序下我们的材料呢 首先呢我们把柠檬角准备两粥 然后切成六小块 然后丢入我们的杯中 接着第二个材料 就是下我们的薄荷叶 薄荷叶的量大概多少呢 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掌心的量 然后稍微给它搓挪 做拍打字的动作最主要就是要 把一些植物里面的细胞壁香气打开 然后我们再把它丢进去 第三个步骤呢 下砂糖 那砂糖呢我建议可以下两个八舌 然后再加入柠檬汁15ml 然后再加入柠檬汁15ml 然后薄荷叶砂糖在液体 而不是先下液体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加水冰跟倒的动作 那其实一杯好喝的某一斗 在倒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如何让它倒的非常均匀 然后叶子香气用出来 其实会建议叶子跟糖是放在最上层 因为糖它会沉淀 叶子它是属于比较轻的东西 那它糖跟叶子可以产生摩擦 所以说在倒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以再更加快速的 把柠檬汁的香气释放出来 那糖我们也不用担心说 我们先下糖 糖沉在底下的话 会就是没办法充分的跟酒混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下的这个动作 它是一杯最好喝的关键点 然后接着我们就下碎冰 碎冰大概下有点渐渐的量 然后我们就倒的动作 那倒呢其实它有技巧 我们下去之后其实在杯子的半身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做充分的搅拌 但是千万不要搅太久 大概六到七下就可以了 但是要快速喔 大概一半 然后我们就做倒动作 然后我们继续的再下一些碎冰 然后最后面我们上面放一些黑软 来增加这杯酒的香气 大概下个15ml 它只是一个点缀的效果而已 一杯的好喝的mojito就完成了喔 一般我们在外面就是可能学到如何调一杯mojito的制作方式 其实大部分前辈不会跟我们讲的那么详细 只会跟我们说喔下什么下什么 可是一杯好喝的mojito 那各位观众朋友假如说很好奇这杯是什么样的口感的话 其实所有的材料在一些超市 还是市场都买得到 那那么热的天气 反而适合在家自己调个一杯 或者是到吧里面 呃跟Bartainer点了一杯来喝看看 OK那假如去吧里面想点一杯比较清爽的mojito 然后又怕菜雷的话 没有关系你只要跟Bartainer说 能不能帮你用新鲜的柠檬去制作mojito 帮你把糖水换成砂糖 然后建议就是用二砂 下的比例可以照他们店家的比例去制作 那个都不会有胎带的问题 因为喝起来的话 只要它里面有新鲜的柠檬角 跟用二砂去取代糖水的话 制作出来的mojito都是比较偏向 新鲜柠檬汁的mojito 喝起来是非常清爽的喔 然后在这边要给调老师一个小建议 其实调老师常常调mojito 会犯的错就是过度的搅拌 很多人会觉得说 要好喝就是要一直倒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其实你过度去倒它 会导致于酒体会整个变得非常的测感很重 不管是柠檬也好还是薄荷叶 过度的萃取也会导致于一杯mojito 挑失败的关键 然后跟没有去观察柠檬的新鲜度 因为其实柠檬它有分长剂 有时候柠檬汁它会比较偏苦涩 还是它柠檬皮的长剂是比较厚 它都会导致于这边mojito喝起来会过苦 所以说其实调老师在调mojito 常常犯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先去检查自己的材料 那材料的重点是大部分都是在柠檬汁上面 所以在这边会建议所有的 bartender 还是说自己要在家调mojito的观众朋友 再搅拌这个东西其实适量就好 并不是说你搅越多下 薄荷的香气就会越重 薄荷香气的重其实也是来自于 薄荷它每次的长剂会去影响它的香气 那假如真的喜欢薄荷味很强烈的话 可以建议选用欧薄荷 就是类似像清剑薄荷的那种植物性薄荷去做调制 那它的薄荷味就会非常明显 因为一般市面上我们酒吧产调制的薄荷呢 它是彩比较清香型的 那加过量的植物其实也会导致于酒 喝起来也会变得比较苦涩 那在这边一些小细节 希望你们在家还是在吧里面 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喝的mojito 那假如还有其他问题想问咖咖的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哦 那喜欢我们的观众朋友 记得要订阅按赞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